朋友们好,刚刚得到一则消息 就是,乌克兰的第128独立山地旅 在卢干斯克附近,用北约提供的远程火炮 击中了20公里之外的一个敌方的指挥所 那这指挥所里有几条大鱼,有哪些大鱼呢? 过几天我们可能就知道了 反正是,看来炸的挺惨的 而且呢,他那个视频我还看了,在Facebook上也有 在YouTube上也有 在乌克兰的相关政府网站上也有 而且呢,他还把它 用了各种特效,就是慢镜头啊 然后再反向镜头啊,让我们再反复地看 而且清晰度是相当相当高的 能够看出来是用无人机拍摄的 现在呢,我就给朋友们大概得展开聊一聊 第128独立山地旅吧 第128独立山地旅 它在历史上不是这个番号,它的番号变过好多次 最早的番号呢,是陀库曼斯坦第一步枪师 它建军的时间是1922年 1943年之前,它一直在陀库曼斯坦 就是在那个地方住的 它的主要的作战任务就是针对伊朗的 它的假想敌是面向中东 那时候的这个中东我们都知道 那伊朗是谁的天下?是美国的天下 1943年的时候,陀库曼第一步枪师就改了番号 改成了第128,陀库曼近卫师 然后呢,就把他们派到了二战的一个战场 让他们在乌克兰作战 1944年,他们打进了那个克里米亚岛 然后很快就攻占了 就是乌克兰跟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还有匈牙利 还有下面的罗马尼亚 那个附近的一个城市 那个城市呢,叫扎卡尔巴提亚 然后呢,他就以这个城市 作为他的这个部队的这个常驻点 就是以后他不回陀库曼了 就住在乌克兰了 就成为苏联驻乌克兰的常驻的军队 当然了,他在那住着,你说是他干什么? 原来在土库曼的时候,他主要威胁伊朗 那到什么捷克,匈牙利啊 波兰啊,在那个边境,他威胁谁,他肯定就威胁那些国家嘛 东欧那些小兄弟嘛 果然,1956年的时候 他呢,就攻入了布达佩斯 就是把那个匈牙利给教训了一通 然后同年呢,这个诗呢,又改了一下番号 叫做128摩托化禁卫诗 就是补充了很多的重武器嘛 然后呢,就是时间到了1968年 1968年这个诗呢,又进入了捷克苏洛伐克 参与了布拉格之冲那个行动 又是把捷克苏洛伐克的人又给欺负了一动 然后他一直也是平安无事 就在这几个国家的边境 那个小城市叫扎克尔巴提亚 在那一直驻守着 威胁着东欧的几个国家 当然了,咱们都知道 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 苏联解体了,这支部队呢,就没有回到 俄罗斯也没有回到 土库曼,尽管这个部队里面有很多的土库曼人 就是留在了乌克兰 宣誓向乌克兰效忠 这样呢,时间就到了2004年 这个乌克兰就进行军改 就把这个128禁卫师改成了128独立山地旅 就把他叫了一个,因为人家要改成旅籍战斗群嘛 然后呢,咱们就知道 乌克兰所有的军队都参加了 从2014年开始,一直在这个乌冬的龙训 他呢,就在乌冬也去打仗了 他具体打的时间不是特别长 他从2014年打到2015年 也有一些人员的损失,当然也有一些战绩 这些呢,说来话长,我就先不说了 现在呢,我们来说一说这只旅的这个规模吧 咱们都知道这只旅原来是一个狮 它的规模是相当大的 它自己的直属营就有六个 还有一个团 这个团的规模也很大 它本身有四个营 下面呢,它还有很多很多的大队 有什么狙击大队 有医疗大队,有物流大队 有情报大队,等等等等吧 这只旅,就是128山地旅,它有自己的网页 有自己的网站 也有自己的Facebook网页 它经常进行更新 就是这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这支部队,虽然它驻地在乌克兰的西面 但是呢,它也开拔到了前线 来跟俄罗斯人战斗 特别是在乌克兰东部嘛 也是乌克兰的主力之一 它好钢,就用在刀刃上,因为西面都是安全的嘛 都是它的大后方嘛 就从今年以来 它这个部队吸收了很多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 我就看到,有一个叫塔曼尔的军官 它呢,是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生 它自己开过一个IT公司 也在乌克兰的利沃夫附近 后来呢,国家被人家入侵了 他的生意也没法做了 他就干脆就把公司解散 自己穿上军装,上了前线 很快,因为他脑子比较好使嘛 现在打仗主要是靠脑子嘛 就是指挥啊等等的分析敌情啊 尤其是给敌人的那个信号解码呀 他是做得非常非常好 然后他在Facebook上写了很长的一段 关于他自己存军的一些体验 感谢这些朋友们呢,就可以去看一看 我想这次端这个敌人的指挥部 可能就跟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有关系 就跟军队里头这些新希腊的这些人有关系 情报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那好,关于乌克兰的第128独立山地旅啊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